有种植户问我,种的西瓜,再有几天就该采收了,但是尝了以后,甜度不高,看现在如何去增甜。 很多种植户都喜欢临时抱佛脚,实际上无论你种西瓜也好,还是种甜瓜也好, 甜度这些话,它不是说最后那几天,你就说增甜就增甜了,有些人说打葡萄糖啊,啥东西啊, 这些东西,它不是说,那是关于糖粉,它就甜了,就瓜呀,这个糖度啊,它是从你开始栽苗那一天,开始种那一天, 你就要开始为后期,最终的口感,就开始打基础了,而不是说最后这几天,你这样增添了增添了, 那么如果我们种西瓜,用甜瓜,如何让这个甜度啊,就是品种的甜度能表达出来, 达到相应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甜度呢,首先呢,我们在试肥这些话, 一定是科学的试肥,如果你急贵的就是为了产量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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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这个后期的甜度啊,是上不去的,所以说你这个配方啊,肥料配方是很关键的, 这是一个啊,第二个呢,就是营养要跟得上去, 营养要跟得上去,有的人说,我用有机肥,是不是都甜度高了, 如果你只用有机肥,你不必须用化学类的那个肥料, 你可以做个对比,你看哪一个甜,是吧,所以养分一定是均衡, 这样的情况啊,它把这个西瓜,甜瓜,它这个品种的特性才变现出来, 这样的话它甜度才会高,所以说呢,一般情况下,配方很关键, 你好,好比我们种西瓜,种甜瓜,一般整个生育期至少用到三个配方, 三个配方,第一个配方呢,就是生慢,粗慢肥, 让它慢快速的生长,然后健健康健健康庄生长, 这是第一个,粗慢肥,第二个,做瓜肥, 因为我们很多种植物在做瓜的时候,往往有时候做不住瓜, 做不住瓜的原因呢,有可能一个是养分跟不上, 一个原因,第二个原因呢,可能就是因为啊, 你这个营养分辨不合理,营养生长过剩了, 然后那个生日生长不好, 就常说的,那个瓜长得旺了, 做瓜会出现难题, 第三个配方呢,就是蓬瓜肥,让瓜个长得大一点, 第四个呢,提升口感肥料,提升口感肥料, 最后这个肥料在前三项的基础上做的, 如果前三项一打不好基础, 关好第四项,那也是不行的, 再一个呢,在整个的管理当中啊, 做好养号根,护好根, 把根基础那块维护好, 这是第二个,第三个呢, 就是平时,好比说, 氨基酸的肥料, 氨基酸的肥料,像我这块, 我一般情况下,在整个生日期, 不是说一个生日期, 用个两次或三次, 而是说,我们每次试肥的时候, 都要加上这些肥料, 随着随着充施过去, 这样情况下,到后期的话, 你这个品质啊,才能提升上去,